再来一个好球 再来一个好球 满场球迷的欢呼和应援似乎仍在耳边回荡 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在台湾的五天赛程结束了 台湾虽然因失分过多无援晋级八强 但全台团结一心支持中华队 也为球员与球迷留下珍贵回忆 在最后一场赛事结束后 反台为国家出赛的旅美球员张玉成 因得知无法晋级落下眼泪 就很感谢球迷从我海域 拒绝这次征召的时候 感谢他们的关注 让我们够回到这个球队 对啊就是很感谢球迷的push 还有这次的表现 谢谢各位球迷 我爱你们 回顾台湾首场比赛对上巴拿马 虽以5比12落败 但有吴念廷在七局下半轰出一支两分陈雷打 且整场比赛中华队共打出13支安打 第二场对上意大利的比赛 则是以11比7的比分拿下首场胜利 这场比赛有林滋伟 张玉成 极力极捞拱冠打出共三支全雷打 守备部分由吕燕青成功手下两局 没被对手敲出一支安打 且投出两次三阵 整支球队表现是相当亮眼 第三场对上欧洲强队荷兰的比赛 台湾以9比5拿下胜利 除了在第二局由张玉成打出4分满贯炮 嗨翻全场球迷 且整场比赛打线串联相当优异 此外中继投手吴哲元上场投了4.1局无失分 只被敲出一支安打 并且投出四次三阵 成功压制荷兰超强打线 也被荷兰教头称赞配球运用很棒 让打者摸不透球路 最后一场台湾对上古巴的比赛 虽然中华队气力放进一路苦战 但仍没有放弃 在9局上半仍是拿下一分 虽以1比7落败 奋战精神仍感动球迷 而第四棒打者张玉成 也成为中华队史第一个双轰打者 获选A组赛事中最有价值球员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义豪黄雁玲整理报导 有他们的力量